即将欢度母亲节 但对于辛苦的职场妈妈来说 却是蜡烛多头烧 家庭与事业的忧虑 持续影响妈妈的人生选择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8成1的妈妈 投入职场原因 是因为想要帮忙分担家计 对于家庭总收入 有8成6的妈妈认为经济压力大 在都会的原住民 做母亲的是相当的辛苦 因为你要顾及到要赚钱要养家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都是租房子 其实那个支出是更大的 那要养育小孩子更事不容易 面对子女教育 长辈照顾 家计责任与公司绩销要求 这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 对目前生活疲惫指数 若在77.3分 高于去年76.5分 其中有一成五 自认疲劳指数达到满分状态 若以行业别交叉分析 参旅业 医护与生计业 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业最累 甚至高达九成三的妈妈曾有过 离家传心念头 因为我之前是从事一般的公务业 那无法兼职到小孩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上面就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的 让我们照顾这个小孩 即使我之前工作有机会让我生子 生一个女孩之类的 但是我没放弃 一方面除了要照顾子女之外 还要照顾家中的长辈 会担心自己赚的薪水能不能分担 丈夫的一个佳季 一旦上班的话 也有来自公司方面的这个 绩效的要求呈现四头烧的一个情况 杨中斌指出 职场妈妈每天忙10.6小时 过劳风险最高 因此提醒要适度放松休息 不然会承受补助压力 导致身心状态崩溃 同时也需要家人们的体恤跟担待 借以取得平衡点 原是新闻古术56台北市采访报导